中华文化几千年 发生的神秘事件有很多 困扰人们醉酒的便是鬼神之说 上古时期人们崇尚神灵 于是大批巫师也不断兴起 轩辕帝时期 巫师有一种崇高的职业 叫做柱游术 那么古代柱游术究竟是什么 它的原理又是什么 以奸为习 以除为狗 北面而住 发食掩耳 诸福而来者 鱼而来者 皆平复如故 古著游科 此其有也 相传 在上古时期 有一个叫苗傅的医者 诊断手法非常高超 在医治患者时 他用尖草编成席子 供自己和病人坐卧 然后又用草靶子 编成狗的模样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病人 他都会拿出一个草狗 然后面朝北面 口中念出十个字来 就这样 不论是患病多重的人 最后都能康复如初 奇怪的是 苗傅所用的祷告咒语 只有十个字 然而 就是这十个字 成了无数人 脱离病魔折磨的法宝 从苗傅用这种方法治病后 越来越多的巫师 也开始学习这种 助游术 在上古时代 人们将很多自然行为 都归功于神灵的杰作 在他们的认知里 神就是统治者 而唯一能和神交流的人 就是巫师 巫师被称为 上古时期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而且 能知会鬼神的旨意 一 是一的古体字 一是治疗时发出的声音 下面的巫字 意为从事者 由此可以看出 一和巫 有着密切的联系 还有人认为 一巫同源 助游术 又称巫术 世界符咒静壤 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助 即为咒 是远古巫术中 用来除灾驱轨的 口诀 有指病源 从古代诸多医学案例来看 多指病人在生活中 发生的和鬼神有关的事情 由此看来 助游术并不是对病人解释病情 而是对冥冥之中的第三者 说话做法 这种方法曾在中国广为流传 一般由师父带徒弟 口传新寿 皇帝内经中 皇帝问曰 于门古之治病 唯其一经便器 可助游而已 经是治病 毒药至其内 真实至其外 或欲或不欲 何也 齐博对曰 亡古人居情手之间 动作已必寒 英居已必蜀 内无眷目之类 外无身患之行 故毒药不能至其内 真实不能至其外 顾客 一经助游而已 意思是 我听说古时治病 用一种助游的方法 对病人 一意精神 和改变气的运行 病就可以好了 可现在医病 需要用药物治其内 真实治其外 伴者 还是有好 有不好 这是什么原因呢 齐博回答说 古时候的人们 生活简单 潮穴居处 在禽兽之间追逐生存 冷了 以运动来驱寒 热了 就到阴凉的地方避暑 没有多余的烦恼 也不用劳累行义 所以 那个时候病解 不会轻入体内 因此 用助游 就可以治好 但现在不一样 人们为忧患所牵累 为劳苦所行义 因此 常常遭受到 虚邪贼风的清洗 所以 助游这种方法 就不管用了 助游术 并不能治疗 内置五脏骨髓的病 它更多的是 治疗人的气场 和精神问题 所产生的疾病 素问 汤叶 老理论 云 精神不静 治已不治 故病不可遇 在传统医学上 心神患散 没有求生意志 病很难治好 反之 人的精神和意志力好了 患者 也更容易痊愈 后汉书中 就记载着 华陀 以此理论治病的故事 又有一俊首 赌病酒 他以为 圣怒则差 乃多受其祸 而不加工 无何弃去 又留书骂之 太守国大怒 令人追沙陀 不及 英智 吐黑血 数生而喻 说的是 一位大官生病了 华陀认为 他必须发怒 才能把病治好 于是 就要了他很多钱 而且 拿了钱就跑 跑不说 还留了书骂他 大官怒了 喊人去追杀华陀 因为太生气 吐了几口黑血 结果 病没治就好了 1973年 湖南长沙 马王堆三号汉墓 就出土了我国 现在最古的 医学方书 52病方 在52病方中 就出现了 助游数 而且这种治病方法 多达30条 在书中 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这本医书的发现 也证明 远古鲜明 曾经用助游巫术 治疗过疾病 这引起了中医学界 极大的关注和研究 魏晋时期 道教逐渐走向成熟 东汉末年 张觉兄弟 大肆宣传太平道 加上 早期流行的 黄老思想 并把这种思想 划为自己的教义 广泛向信徒们宣传 葛璇 葛洪 桃洪景 都是有名的修道之士 也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宣传 助游数 开始走向民间 并与道教文化结合 为学道之士所用 之后 道教在助游数的基础上 又加入了 符水 桃木剑等道具 而且 很多道士都擅长医术 在治疗疾病方面 都有很深的造诣 宋代时 资质通建 有 相约助医的记载 也就是说 每个乡 都要有助医 到了元代 助游数 成为正式的科目 单独出现 但到了清朝后 助游数 就被官方 移除了医学领域 竟在民间留存 现代更被人们视为一种 迷信 糟粕 而遭唾弃 这又是为何呢 因为古人认知原因 作为中医十足的助游数 充满着很多现代科学 解释不了的成分和因素 甚至有些迷信 但这些东西 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在古代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 世间还存在着一些 未被认识的致病因素 即鬼神致病 但这种鬼神 并非真是存在的鬼神 而是一种心理因素 导致的疾病 古人云 无心无鬼 鬼何以轻之 无心无邪 邪何以扰之 无心无魔 魔何以习之 在当时 由于人们的认知有限 在无法了解 人生病的原因时 归因于鬼神 素问 五脏别论篇 记载 拘于鬼神者 不可于言之德 世上没有鬼神 但有拘泥于 鬼神迷信的人 助游数 利用患者的这一心理 很快就能达到 治疗的目的 这个世界解释不通 验证不了的事太多了 个人觉得 不管是古代助游数 现代中医 还是现代西医 只要能达到治病 解人烦恼的效果 它就符合科学精神 就有存在的理由 能拔出浓的 就是豪膏药 现在的教育方法 是无神论 改革开放之后 各种信仰 分塌而至 道家的文化信仰 也就很少有人问津了 这时 助游数的发展 可想而至 而遗留下来的一些 助游版本 也因年代久远 而变得 模糊不清 甚至一些抄本 在抄写时 还出现了很多错误 而且 现在的助游数 主要是在一些 道家门派中流传 由于很多的 师数者 对中医医学知识的不足 即 助游理论的匮乏 很多病症的治疗 并不能达到 应有的效果 现如今 很多心理医师 都需要达到 助游数的境界 通过谈话 来获取对方的 绝对信任 从现代心理学角度 来分析 助游是一种 以语言信号 为基础治疗 媒介的 传统暗示疗法 助游数的奇效 借用了 宗教治疗的力量 与催眠疗法 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而言之 助游数 既然能够 被人发现传承 自然是有一定的道理 无论是封建思想 还是 真的具有一定功效 都是中华文化发展至今 留下的瑰宝 在民间 能够治疗某些 精神疾病的人 仍然存在 但相信现代医学 并不妨碍人们 相信古代助游数 两者并不冲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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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